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风水中分阴窄和阳窄 一个是为死人服务 一个是为活人服务 两者间的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 现在社会的一些所谓的风水师 不但给人看阳窄 还给人看阴窄 其实压根就没有真正的了解风水 风水中对死人和活人居住的风水 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古代 风水师们的分工都是很明确的 有的专攻阳窄 有的专攻阴窄 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师 才能做到阴阳坚固 不过这些对秦语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诸葛内经 本就融括了阴阳风水学说 及诸葛亮的一生记忆传承 既可以看阳窄 又可以给人看阴窄 越野车很快就驶出了县城 朝山边呼啸而去 这一路倒出乎秦语的意料 车子开得很平稳 水泥路一直蜿蜒着盘到山顶 犹如一条银蛇绕山 可能是瞧见秦语的疑惑 奥晋国出声解释道 秦大师应该是很久没有来过铜跋山了 前几年这里被国家立象 搞了个旅游开发区 这山路也经过了改造 倒是方便了游客上山游玩 是啊 我记得我当初来铜跋山的时候 还是小时候 那时候都是石头路 车开着颠簸不停 一边又是悬崖峭屁 看着就让人心惊胆颤的 不过虽然现在水泥路打好了 上山的路上 越野车还是放慢了车速 毕竟现在这里是旅游开发区 来往的车辆不少 加上山路盘旋 一边又是悬崖 秦语的大旧也不敢开快 车子蜿蜒着在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前方才隐约可见人家 和秦语以前建造的土胚房不同 这些房屋都是平顶砖房 有的房屋外头还挂着空调机子 三三两两的人们坐在门外晒着太阳 车子没有在这里停下 而是静止朝里行去 来到一栋竹园前停下 其余眼睛 看着竹园门口几个大字 来客居 来客居的门口 一位大度复复的男子正昂首翘立 瞧见越野车停下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快不走上去 王秘书从车上第一个下来 郝建国第二个下车 男子瞧见郝建国下车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犹如一个弥勒佛一般 老远就伸出双手 准备握住郝建国的手 只是让他意外的是 郝建国下车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和他握手 而是让开车门的位置 礼貌的让车内的其他人出来 难道这车内除了县长 还有其他大人物 刘安山昨晚接到县长的电话 说要来同巴山一趟 又吩咐是因为私事 就不要打扰当地政府人员的正常工作 只允许他一个人来迎接 刘安山的脑海闪过这个念头 脸上的笑容共沉 这回却没有再伸出双手 与县长握手 这是上下级关系很正常 但是要是其他的大人物 人家不一定给自己这个脸 观察上讲究不能遇鬼 不是谁的手都能随便握的 齐宇本想从另一侧车门下车 不过瞧见郝建国特意给他礼让位置 也就跟着从这边下车 这一下车 溪水潺潺流动的叮咚声 鸟鸣青蹄声便传入耳中 不仅让他心神一震 这因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而产生的疲劳 一下烟消云散 这莫不是市里哪位领导的公子来游玩 不过能让现场亲自作陪的 这起码得是市里的前三把手家的公子 刘安山瞧见下车的秦宇 内心猜测 这么一位年轻人论职位肯定不高 那么能让县长这么理大的只能是因为家事了 一伙人都下车后 郝建国仿佛这才看到站立一旁的刘安生 伸出手和对方轻轻的点了下就收回 说道 刘主任 我这次来同巴山 是因为一点私事 你们有通知管理会的同志吗 县长放心 您今天来这里的事情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不过管理会的同志都很希望县长 能够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让大家工作更有动力 哈哈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吗 等下次我有空 再来参观下同志们的工作成果 哎哟 县长 您可这要说话算话呀 大家可盼着县长 您能来给大家指导下 这消息要是让大家知道 铁定要兴奋死了 刘安生仿佛捡到什么宝贝的表情 一脸的激动 一旁瞧着秦宇看着有趣 这刘主任也是一个妙人 一般的机关员工对于县长 恐怕也停留在电视上的印象 又哪会因为县长到来而兴奋 不过从这刘主任的口中说出来 好像县长就是大家的指名灯 主心骨 王密 张震 你们也是希克啊 这位是刘安生和王秘书 还有秦宇大舅都互相认识 毕竟县城就这么大 这几位都算是县长的心腹 之间肯定有所了解和交流 只是在来到秦宇跟前时 却不知该怎样称呼 刘主任你好 我叫秦宇 秦宇主动伸出手 出声道 秦公子 欢迎来同巴山游玩 刘安生脸上笑容不变 双手握住秦宇的手 摇晃了几下才放开 脑海中却回想市里姓秦的领导干部 只是想了半天 也想不起来有哪位领导是姓秦的 县长 今天中午 咱们就在来客居解决吧 这家店的食材不错 都是山上的东西 卫生什么的也搞得干净 和众人打过招呼后 刘安山又再次回到好建国身边建议道 秦大师 你看啊 好建国的称呼让刘安山疑惑不解 这么一位年轻人 怎么被县长称为大师呢 其实好建国也是没有打算瞒着他 都是自己的心腹 就要让他在这里等候他们 也就打算把事情告诉他了 这一点秦宇也能猜到 也就不藏藏掩掩 直接问道 这里离县长家的祖父的坟墓 还有多久的路 我祖父葬在石峰岩那边 开车过了九星湖 也就徒步半小时 就差不多能到了 现在是十点多了 到了那里恐怕也就中午了 秦宇估摸着时间最后点了点头 说那咱们就吃了饭 下午过去吧 刘安山瞧见秦宇说完后 县长也没有反对 就开始把众人请进了一间厨房 别看着厨房从外面看不及眼 一进入房间 秦宇才发现竟然是别有洞天 整个地上铺着厚厚的红绒毛毯 一张圆形桌子摆在中间 两侧挂着一幅仿正板桥的陶竹画 一个角落处还点着沉香 挤着驱虫的功效 众人落座 郝晋国本想叫秦宇做主位 不过被他推辞了 刘安山出去安排菜肴 王秘书笑呵呵的说上厕所 也跟了出去 对于王秘书出去的目的 在座的都心知肚明 显然是去解纳刘主任心中的疑惑 顺便也交代一件事情 县长 秦大师 怎么中午整一桌 刘安山安排好了菜肴就进来 出声询问道 你们整吧 我不怎么喝酒 中午还有要事要干 就不喝酒了 秦宇摇摇头拒绝了 郝晋国也同样拒绝了 自家的祖坟事情还没有解决 他同样没有心情喝酒 这两人不喝酒 其他人也更不好开口了 众人坐在 由刘安山讲着山里的一些趣事 来活跃气氛 滴滴巴巴 一道汽车的喇叭声 从门外响起 想来是因为大舅的越野车 停在了门口 挡住了其他车辆进来 秦宇大舅 文生与县长打了个招呼 出去看看 刘安山也跟了出去 毕竟到了这里 他是地主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两人都没有很快回来 秦宇反而听到了一些争论声 其中夹着一些普通话 好像是外地人和刘安山在争论 我出去看看吧 秦宇起身走出门外 只见三辆汉马 停在了大院中 院中站着十几个人 领头的是一位女子 戴着一副墨镜 一身黑色披风 长发飘舞 一双长筒黑靴 衬托出一份野性美 这县城真是小呀 秦宇认出了这女子 正是在风水街 想买她裸盘的那位 而与刘安山正在争辩的是一位青年男子 秦宇也听清楚了他们争辩的原因 原来这莱克居最出名的一道菜是 腊肉炖湿冷 湿冷是本地化的叫法 学名叫做田基 又有人称为癞蛤蟆 克莱区的石冷 都是从香野山林的全剑中抓到的 这种石冷色泽深黄 肉质细嫩 香味浓郁 口味甚醇 配上自家制作的腊肉 再用柴火去炖 味道令人食之入所欲 不过铜跋山经过这几年的旅游开发 石冷的数量逐渐减少 而且石冷又是一些蛇类口中的美味 尤其是铜跋山出名的五步蛇 山里人都有一种说法 石冷所在之处 必有五步蛇匍匐 由此可见 要抓捕野生石冷的困难 莱克居每个月都从农户手中收到石冷 也不超过五十只 这价格也是昂贵 刘安山为了招待好县长 昨天特意和莱克居的老板 打好招呼 预留了十只石冷 而莱克居总共只剩下十二只石冷 这伙人也是冲着石冷来的 本来听老板说只剩下两只 也是无奈 可刚看到厨房他师傅 从大缸中捞出十只石冷 这下不干了 尤其是听到对方也就五个人而已 哪里吃得下这么多石冷 那青年男子便找老板讨论 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从对方手中买五只过来 这个是个主意的 第四集 如果也会放下 鞋编 鞋编 空 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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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编